我们可以看到原来阿含经讲的就是三种慢 后来论师把它又细分了 变成七种慢 七种慢其实是在三种慢里面在把它细分的 这个慢其实就是一般说的我胜 为己优胜于他人 实际上是没有 或是没有错 你确实胜过他人 但是你以此为傲 你确实是比别人好 那么你就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比别人好 其实每一个人好的地点不一样 那就是认为自己优胜于他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过慢 其实你跟别人一样而已 但是你却觉得你自己比别人好 那第三个慢过慢 或叫做过过慢 有时候因为翻译的不一样 也有翻慢过慢 也有叫过过慢 就是其实你没有比别人好 你比别人差 但是你却认为你自己比别人好 那第四个就是他写我慢 就是以自以为是 一般我们简单讲就这样 那这是其实我慢 你现在我胜我动我烈 那这个是 就是论师们他们就这个慢 然后再细分的了 那真上慢 这比我们叫常听见 为正言正 其实你并没有正德 那你认为你正出国恶国 你正阿罗汉 得出禅恶禅 那悲慢 就是其实你没有那么差 但是你却认为 那你很差 这个悲劣慢也很常见 那其实就是我劣这种 就是悲慢就是我劣 那像我等 我等就是说 我跟别人一样好 那这里到 道士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我等 就七种慢里面 就是说 其实我跟你们都一样好 那这个 第七个邪慢 邪慢大概有两种说法 一个就是 我们叫非因既因不幸一切 这种邪见 这种叫邪见慢 然后为识无 自己实际上是没有 没有那么好 把自己讲得那么好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大概是七慢的一个解释 一般的解释 好 那只是我们从这种三种慢里面来看到 那其他的这一些论识里面 又有不同的解释 有七种慢 那我们来往底下看 他说 这个 他重点其实不在讲这个 重点其实在讲我见 那因为 你要知道沙门婆罗门里面 沙门婆罗门里面 他会互相比较 认为我这个生团比较殊胜 来我这里功德比较大 那么拜这个师父 最好 就沙门婆罗门里面 彼此会有所谓的竞争 然后再进一步会有所谓的斗争 那这种现象在中国 就是佛教里的宗派里面 也会这样 就是宗派彼此之间有竞争 即使是同一派 彼此有竞争 那竞争到 竞争到失去理性就变斗争 那所以佛陀讲过 我不与世间争 讲的就是不跟世间的沙门婆罗门 这样做 其实 供养我功德比较大 供养他们是没功德的 那其实这个我们是怎样的 他们不足 其实这个就是无信中表现于 就是这种我们叫做 我慢的这种形态 那所以佛陀说 我不与世间正 就是世间就是沙门婆罗门 世间与我正 他们老是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佛教兴盛 那佛教就变成被标靶 就被当成斗争的对象 或竞争的对象 就开始有很多纷争了 其实是这样 那这种是在当时很常见的现象 就是你最厉害 那就是就算你厉害 那其实人家就会讲 其实他也没那么厉害 或者他其实还有些什么什么不好 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 你在一个团体里面 一般我们叫做 强打出头鸟 那类似像这样 那么你就会变成被大家攻击的目标了 那这种有一点 有些是你也太过显白 就是你太过显耀 或是你太过自以为是 那也会被攻击 一种就是就算你 你没有那么自以为是 你很谦虚 但是因为你的能力太好 无形中 你没有刻意要降低别人的能力 但是无形中 人家比较起来 你就是厉害 那么你也会被攻击 那这种现象 比如说像应孙导师 他就这样 应孙导师其实没有要强调 他比别人懂得多 他没有 他只是如实地把佛法是怎样怎样讲出来 但是有的人听他了 就非常发誓 就开始赞叹应孙导师 那个叫做谁 我忘了 就甚至讲 这谁谁谁都其实都不如这个 应孙导师 其他人听了当然不高兴 对不对 尤其是那些 那一些原来就是很有名声的主事道德 听了不是主事道德 这些大德尊者 那更不高兴 就开始批评了 就这样 就应孙导师 其实也不是他讲的 是比如说 比如说旁边有一个人说 哇 卢正法师很厉害 怎样怎样怎样 旁边那个本来很厉害 人听了当然就不高兴 有什么好厉害 厉害在哪里 反正就类像这样 那应孙导师 其实当时会被攻击 其实他没有故意要去 特别跟其他人做比较 没有 他只是认为 佛法是这样 他把这个佛法说出来 那有些人相应了 他就觉得 哎呀 就看一下 看一下现今的法师 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应孙导师的 哇 惨了 这句话讲出来 这句话讲出来 就得罪了所有现今的所有法师 可是这个不是应孙导师说的 这个不是应孙导师说的 但是这样说 人家矛头当然是针对应孙导师啊 类似像这样 那这种在我们只是要说 在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印度也是这样 其实佛陀没有意味要打低贬低所有的外道 没有 他只是告诉你 如实地告诉你 其实真正的解脱是要怎么做 他也没有说 你们所有的这些都不对 没有 他把对的地方跟不对的地方分开 不是外道说的都不对哦 不是哦 他有共同的部分嘛 只是他把对的部分跟不对的部分 不是都对也不是都不对 这佛陀并没有说 所有外道讲的都是骗人的 没有 他没有这么说 他只是说哪一部分是不对的 哪一部分是可以参考的 因为戒跟定不是共外道的嘛 那有一些名词 有一些怎么样也是共外道的嘛 所以佛陀只是如其事实 我们叫做如实知如实见 就如实说 只是这样而已 但是外道看起来就不是这样 所以他们常常会找佛陀辩论 或找挑战佛陀 会毁谤 那会这样讲 包括在僧团里面 这个舍利佛跟穆建连 常常被提伯达到的弟子毁谤 为什么 因为 舍利佛和穆建连在僧团里面 是最被佛陀重视的 那提伯达到心里面看不过去 那提伯达到的弟子 知道师父这样 他当然就也怨恨舍利佛和穆建连 舍利佛和穆建连从来没有跟提伯达都竞争过 也从来没有贬低提伯达都过 那为什么他两个弟子 整天到晚都在毁谤舍利佛和穆建连 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 很明显的就看出所谓的 这个叫做我慢 就我慢赤胜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从我见我爱 所以我们就连接到所谓佛陀位 我不与世间争 世间予我争 其实就变成是这样 那这个就是通常就是这种我见 那佛陀基本上 他并不特意 有因为 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解脱法 他并不是后面会带着讲 你要这个只有我说的是真的 其他说的都不对 他没有特别这么说 他只是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解脱 那你确然说的是没有错 就算说你说的是解脱法 但是你后面就加一句 其他人讲的你不要听 其他人讲的都不对 那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就变成变成有所谓的我 我慢我见这种 但是佛陀没有这样讲 但是他只是告诉你 我们说他只是如实知 如实见 如实说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 那其他的 他那哪有分别 那外道所说的哪一些东西 如果有过患比较大的 他也会讲 这样做是不对的 比如说叫做什么 邪圣大会 就是杀生祭祀 杀了很多女王羊 去祭祀天神 他马上 他会 他佛陀也会讲 因为这个过患很大 那很多人不知道的话 照这样做 没有福报 福无虚弥 福无虚 福无戒指 罪如虚弥 那这样就 这样 背道而耻 这样更糟糕了 所以 他会特别讲 这些是不对的 不应该这样做 这样做没有一点功德 他会这样说 他只是如实说了 那这个我们稍微就是 就当时的状态 就是沙门 婆罗门 那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那沙门跟沙门之间有竞争 就是沙门跟婆罗门之间 是有竞争的 也有斗争 那沙门跟沙门之间也有 但是佛教 佛陀基本上作为 沙门集团之一 他不是反婆罗门 他不是反婆罗门 他只是 以解脱 因为沙门是基本上有几派 那有一派其实是 有一些是走解脱道的 强调解脱的 那有一些是没有解脱道可原 就是时间到了自然解脱 时间没到你也不能解脱 那无云无眼解脱 有一种 有一种是没有解脱的 不过都是过着出家的生活 集体出家的生活 那这跟婆罗门不一样 婆罗门多数是在家的 那到老年他有一些也出家 有一些也过游行生的生活 但是他 婆罗门的目标是 以放我为目标的 这跟沙门以解脱 这不太一样 那通常沙门跟婆罗门是 观念是不一样的 那沙门六师跟佛教 沙门有七个沙门团 大的沙门团 有七大沙门团 那么彼此的观念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这阿罕经看 会看到很多 很多不同的沙门团 来找佛教挑战 来跟佛头对抗 那就后面也有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其他的沙门团 来跟佛头挑战 带着一群人 那么这些通常都是 我们从这边看起来 就是所谓的我胜 我等 我劣 这些 但基本上都是我胜 就是认为 那么其实他说的 不对 怎样怎样 就要去找他挑战 那佛头没有特别去找谁 挑战过 没有 佛头没有 没有去破斥谁过 没有 他只是有人来问 他如实说 这样是对的 这样是不对的 这个是可以解脱的 这是不能解脱的 这样是有过患的 这样是离遇的 离过患的 反正就像这样 好 那这种其实不容易掌握了 就是说我们在 在分别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不是真实的 这个过程中 难免 难免会有批评 难免 比如说 第三种 所以人生会随着 阴顺导师 各大中派都批评了 大概只有剩下 中官没有批评而已 其他 其他为师看起来 也不高兴 这个天台看起来 也不高兴 华眼也不高兴 禅宗也不高兴 净土跟秘宗 更不高兴了 反正就是这样 那么这些 其实 我们如果这样来看 当然阴顺导师 也不是阿罗汉 是不是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就说 他也不就是说 我们认为的 就是阿罗哈 但是他 殷胜导师的心 其实我们从他的著作里面看起来 他其实也没有刻意要为难谁 或是要批评谁 没有 他就是如实说而已 他其实就是如实知 如实见 如实说而已 所以他基本上还蛮平静的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来看这个 只是说讲到这个 那么为什么要讲我圣 为什么苏鲁那要这么说 沙门婆罗门 因为他讲 无常设便意不安稳 而言我圣我等我烈 何故沙门婆罗门 做如是想而不见真实 那我圣我等我烈 其实就是 有我见我爱的代名词 你有我见我爱 那么就会表现出 我圣我等我烈 在这一些 在一些生活上 你就会表现出这种特质 那么 就是说 沙门婆罗门 因为他们没有 没有真正正道无我 所以甚至不认为有我 无我 这些就常见断见 那如果我们白话讲 就是 他说 为什么 这些沙门婆罗门 做如是想 就是没有如是知 如是见 而不见真实 就简单讲 就是 他们这样想 其实是没有正确的认知到 事实的真相 如果是巴黎文 他是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他们如果这么想 是除了不如是知的原因之外 那还能有什么呢 其实简单讲就是 这样想 其实是没有 没有见到事实的真相 那 若沙门婆罗门 与无常 便义 不安稳 就一样 社后面就是受想形式 那 这个五蕴的特质 就是 无常的 便义的 不安稳的 它其实就是无常的 无常的就是便义 跟不安稳 所以我们常常讲 五蕴无常 无常故无我 它底下的那个都是形容词而已 就是 基本上 五蕴 它基本上是无常的 无常底下 就是便义的 形容的 不安稳的 不断在变化的 那无常的相 基本上就是 身住意面 有身有面 或是身住 身意面 那基本上就是便义 身住意面 这个就是便义 那不安稳 不断在变 变化 所以 社受想形式 它是这么说的 就是不安稳的社 于社 便义不安稳的社 那于受想形式 便义不安稳的 无常的 就是你 对于无常的五蕴 却认为它是常 那 以这个五蕴为我 其实 我胜我等我列 就是我见我爱 就是以五蕴为我 以不安稳 无常的五蕴而认为是我 那就是 无我你认为是我 很简单 无常就无我 那无我 你却从这个无我中 无常无我中 执着有我 简单讲是这样 好 他说 为 若沙门 他说 何故沙门婆罗门 做如是想而不见真实 那为什么这些沙门婆罗门 在对无常无我的五蕴 而认为 而会执着为常跟我呢 简单讲是这样 沙门婆罗门 无常的色便意不安稳 色便意不安稳 都是在形容这个无常的 就是对这个无常的色 而生起我见我爱 我见我爱 就有这个我胜我等我列的 这样的概念 何所记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记就是嫉妒思量 分别 那么而不见 他们是怎么想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不能见 因为沙门婆罗门都是修行的 他都是宗教团体 他都是宗教团体 他是修行的团体 那修行团体是要解脱的 那这一些 这一些要解脱的 这些宗教团体 这样想是不能解脱的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那么但是如果你透过 照理讲 有些是这样 那么通常都是有戒定会 只是他那个会不一样 想的不一样 那有戒有定 他们都有规矩的 一个团体一定有规矩的 一个团体一定有它的规矩 这个规矩就是戒 叫做规律 那通常都包含几部分 就是道德规范的这部分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不忘语 这基本上是印度 就宗教团体共同的规范 多数宗教团体共同的规范 当然还有其他不一样 像佛教就 比如说 佛教 重视这个不饮酒 五戒里面 那这个 其那叫重视不害 反正就是无所有 类似像这样 不同的规范 但是通常杀到淫妄 都是共同的规范 这个是道德规范这一部分 道德性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团体规约 大家住在一起 共同成就 同行同恋 要有共同的规定 规律 好像国家的法律一样 这个团体的规律 那这个是团体规约 另外一个就是 你修行的指导原则 叫做生活准则 那这些是当时 各个宗教团体普遍都有的 那佛教也有 所以借力包含这三大部分 那但是这一些 他为什么要大家聚集在一起 为什么要出家 婆罗门不一定出家 婆罗门有些老年也出家 有些少年出家 就叫泛制 那他们也是过 泛就是离遇清净的生活 一样 但是他们是要归回国一范 跟佛法离遇是要得解脱 那不一样的概念 那他们为什么愿意 这样放弃一些武艺享受 或是遵守这些规定 那重点就是要离苦 或得解脱或得乐 但是实际上从佛法看起来 这样并也不是没有 没有公德 有 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得解脱 就是他不究竟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不究竟不圆满 那其实只是这样 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作用的 就好像奴家 他的这一些说法 也是有他的作用的 在事件上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出事件 好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 这个苏卢纳这么问 他是长者子 为什么这些沙门 婆罗门 就是这个时候苏卢纳 如果是二十一耳 他还没出家 你看 所以他写 时有长者子 还是在家 如果他是那个 精进第一的 那个弹琴的 那个苏卢纳的 就是那个二十一耳的话 这个时候他还没出家 那我们看到的 刚才翻的那一个 那个是他已经出家了 他已经出家了 但是如果是这样来看 他还没出家 但是他听了之后 他是证什么 他后面没有 他已经得出国 得法眼镜了 所以如果照理这样讲 那么他已经得法眼镜了 那么他就不会想说 要不能 就是出了家之后 怎么修都不能成就 如果这样来看 那可能这个苏卢纳 不是那个苏卢纳 好 那所以我们讲 他说 何故沙门婆罗门 做如是想而不见真实 若沙门婆罗门 与无常的色 便意不安稳的色 言我胜我等我类 何所济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没有办法 如实知如实见 而没有办法见到 一切法的真实相 真实相就是 无常无我相 那么与无常便意不安稳的 受想形式 一样 这个色后面就是 受想形式 何所济 何所见 而不见真实 那 于奴役云合 这个底下就是佛陀的回答 苏卢纳 于不是佛陀 舍利佛的回答 讲错了 舍利佛 他去问舍利佛 于奴役云合 色为常 为无常人 就是这个长者子 来问这个舍利佛 这些沙门婆罗门 因为沙门婆罗门 他们的观念不对 不能得解脱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想 而且怎么知道 他们所说的 所想的 就不是 其实他重点就是有我见 有我爱 怎么知道他们所知道的 所说的 不是真实的 就是说 他们为什么这么想 而没有办法见到真实 那换一个说法就是 他们这么想 为什么不是真实 就是他们这么说 为什么不对 他们这么想 为什么不对 那么 这里的说法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这明明不是这样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 但是我们如果 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就是说 他们这样想 是哪里不对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后来 这个成立佛 就回答他 那苏儒纳 那你认为怎么样 从射受想形式来讲 因为射是无常 他们为什么会认为 他是 就是他们怎么想 为什么没有办法 见到这个无常 那射真的是无常吗 为什么这些人 都没有办法想到无常 没有办法看到无常 如果射真的是无常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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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些沙门婆罗门 都没有办法如实之如实见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好 所以射立佛就回答他 他说 你认为怎么样 射是常还是无常 那他就回答 是无常 因为很明显的嘛 就身体不断在变化 身体不断在变化 你好好想 那你的身体是常的吗 那不是啊 你五年前不是这样 不要说五年前 你昨天都不是这样 但是昨天比较不容易分辨出来 那十年前不是这样 就不断在变 你刚出生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 那现在是这样 那以后老的时候 刚才又不是这个像 但是他就不断在变的嘛 所以 那他就跟他讲 那 那假设是无常的时候 那会不会 如果无常是 为是苦也 假设是无常 那会不会因为 这个变化而产生苦 会啊 肯定会嘛 因为 之后就有什么 有老有病嘛 一定有的 那两个人 本来感情很好 后来感情不好 这个就是变化 会不会苦 会啊 本来有钱变没钱也会苦啊 那没钱变有钱也是无常 会不会苦 那不会 会热 但是这个热之后又会变 他还是会变没有嘛 所以他就是有所谓 所以苦讲到究竟 就有苦苦坏苦 辛苦的问题嘛 所以从这里来讲 那么一切是无常 一切是苦 那我们会讲 那本来生病 那后来病好了 那也是无常啊 本来身体好 后来生病是无常 可是生病 病又好了 那也是无常啊 那并不是说 但是我们的无常 比较偏重在不好的一面 其实不是 无常没有好不好 无常就是它会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 从我们的生命来讲 它会走到终点 它会从拥有到死去 然后它会从好 我们看起来是不好 或是一个人很苦很苦 但是他死了之后 他会觉得我的苦没有了 一了百了了 其实不是 他后面还有 还有业嘛 但是如果生活 对一个生活很痛苦的人 死的是好的 对一个生活很幸福的人 死活着是好的 但是对从整个生命不断的轮回现象来讲 不管你生跟死 你都会受苦 你都会受苦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那这些不断变化的东西 那不断让你一定 你好你也可能因为好而受苦 因为好到最后也要离开 也要失去 也要变不好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苦苦坏苦辛苦 那从这个观念来说 无偿故苦 要不然苦跟热 那个苦跟热的苦 如果单单只是痛苦来讲 那不一定 无偿不一定痛苦 无偿不一定痛苦 那痛苦它是一种感受 感受是一种执着 所以如果要细分的话 细分的话 无偿故苦 这个苦是苦苦坏苦辛苦 那还有所谓的生苦跟辛苦 那如果是生苦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佛陀也没办法避免 阿罗汉也没办法避免 他依然会有生苦 要不然木剑脸被打到都烂掉了 他可以不入涅槃啊 他痛苦 他是会痛苦 所以有一些阿罗汉非常痛苦的话 他就及早入涅槃了 他有生苦 佛陀那么厉害 走一走走一走 走到累了 也跟阿难讲 阿难要休息一下 一样 口渴了也苦嘛 阿难太渴了 去帮我要一些水来 很老年纪很大 吃到唇头最后的供养 拉肚子拉得很厉害 从此之后就没再吃 不能再吃了嘛 就最后的供养 那也是很辛苦 但是他的心不苦 所以这个苦来讲 那么生苦是没办法避免的 那凡夫 生苦 心又苦 那胜者 生苦 心不苦 那涅槃了之后 身心皆不苦 所以叫做无语涅槃嘛 简单讲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如果 来看这个苦 无常是苦耶 那你如果仔细跟他讲 那无常是苦 如果你用世间的角度再看 无常不一定苦 无常不一定苦 无常也乐啊 好 所以答言是苦 那这中间当然你们就要分别说了 无常为什么就是苦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苏鲁那 如果无常苦 那先确定 先确定一件事 第一个 是不是无常 你看佛陀 不是佛陀 舍利佛在说法 舍利佛智慧第一 怎么样解决别人的问题 那么怎么样引导别人进入这个法 那我们思维理念也是要怎样 就有点像舍利佛跟我们讲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去认知 这种如实之 你看这个过程 我们一般人不太容易 从过程里面看到如实之如实见 从舍利佛的如实说里面 如实之如实见 那通常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你看 为什么这些沙门婆罗门 是无常的 他会把它 他没有办法看清楚 那真的是无常的吗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舍利佛就问他 那你认为呢 你认为怎么样 那你看色五蕴嘛 色是常还是无常 想一想 还是无常的 先确认 一个一个确认 好那 无常的是不是 就是苦 在做确认 无常是不是就是苦 是的 再想一想 无常是苦 没有错 好 那假设 好这这两个 这两个先确认 若无常 若这个五蕴是无常 是苦 因为色受强行事嘛 他只是先讲色 其实就受强行事都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 本身是无常的 是苦的 是不断在改变的 不断在变化的 像火一样 五蕴吃生 不断在变化的 那么你认为怎么样 那么佛陀的这些圣弟子 就是已经正无我的人了 那么于中 如果他不断 第一个他是无常的 第二他是苦的 确认了 那无常跟苦 他重点是要讲什么 讲无我 因为我是什么 我就是常啊 不会改变的 我是恒常独一自主的 他重点要讲这个 他是要引导你进入无我 无常苦 无常所以苦 无常苦 都要讲 其实都是要讲什么 无我 那为什么 因为我是什么 我 恒常独一自主 这个是恒常 独一自主 因为多数的沙门婆罗们 都主张有我的 那么除了顺势论 主张是断面无我之外 都很强调有一个真常的我 那么这个真常的我 不被懒污 没有生面 也没有苦 自主的吗 他是 尤其像婆罗门 这个犯我是清净的 是恒常的 是妙乐的 就是清净恒常妙乐 没有杂兰的 那这个是犯我 那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外道 沙门讲的我 那么也有一个真我在 那除了顺势论 他是断见的 那么或是这个 这个舍利佛的事后 这个他没有特别强调 有一个 他慢疑论 他华语论 他没有特别强调是什么 那其他大部分都有一个真我 有一个真我 那恒常独一自主 那么既然 他是无常的 确定他是无常的 因为他深住一面 所以他就不是无常 他就不是很常 很简单 那确定他是苦 他就不是什么 他就不是自主的 所以他重点 讲无常跟苦 是要讲掉 我没有我 我没有这个我 因为沙门婆罗门 他就是要解脱 证得这个真我 一般我们讲 真我 藏我 放我 神我 不管 这就是很多 有时候讲神我 神我 自信 真我 藏我 犯我 大我 反正 就是 他基本上 比如说 犯我这个犯 犯我 真常 妙乐 他是 这个是波罗门里面说的 妙乐 那么清净 犯也是清净 他有这样的概念 现在要否定掉 假设是有的 他不会是这样 他不会是无常 假设有 他不会是无常的是苦的 所以一般讲 苦常故无我 苦故无我 这里讲 就是我们讲 有时候讲 缘起故无我 缘起的 但是应该合有的 他不是独一的 现在这里是从 无常苦里面去说 所以 如实之如实见 第一个 先如实之无常 然后如实之苦 那 基本上 那你才能够如实之无我 那为什么 撒门婆罗门 不如实之 那我们来底下看 所以 他说 是 因为他苦是从 无常推论出来的 因为不断在变化 所以 这个最终是从 所谓的坏苦跟行苦 苦苦坏苦 行苦这个观念 才有无常顾苦的观念 如果你不从坏苦行苦 那无常不一定苦 其实是这样 所以 他讲 是苦 那 苏如那 是若无常 一样 这个是色受想行事 其实就无韵 他先从色 那色讲完就讲受 受讲完讲行 那其实后面就不用讲一样 色受想行事都一样 所以 那这里的 这里是受 于云和受想行 是为产为无常 一样 先确定是无常 色受想行事 一一先确定 是不是无常 有的认为色无常 受想行事不是无常 有的认为色受想行事无常 但是事不是无常 有时会认为 所以他就有所谓的 直受是我 直受是我 直想 直行 直视之我 就执着这个是 是 那一般比较容易执着的是 执着那个是 是我 那 或是把受想行事 就执着那个心 是我 是有这个 有这样子的 但不管你执着什么是我 所以他才要一一的去分析 一一的去分析 那我是什么 我就无运 那无运是什么 无运就设受想行事 那你好想 那色是我吗 不是 那受呢 受有时候苦 有时候 它也是一样 也是无常 苦 那想呢 有时候这么想 有时候这样想 有时候 今天是觉得它漂亮 明天就觉得它不漂亮了 这个就是 他的印象也会转变 那行 然后 今天做这个决定 明天做那个决定 今天这样 这样去思考 明天那样去思考 那也是会开始 不断改变的 不断改变 认知呢 认知也会改变 今天是觉得是这样 明天又 不认为是这样 那基本上 你对这样的认知 也会改变 因为就好像 你每天在学习 你今天学习的 你知道了 昨天不知道的 那你的视野改变了 因为那内涵不一样了 那这些是不断在改变 不断在改变的 但是我们总是隐隐约约觉得 就算色受想行事都在改变 也有一个不变的啊 所以这个就像 像这个人眼经里面 七处真心 后来就 后来就推论出 有一个真常心出来了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 即使你从色受想行事去看 你会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离运我了 离开这个五印之外 有一个不变的 那现在先确认 这个五印是不是变的 五印是变的吗 是不是五常的 先确认这个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若无常就事 最后就讲到事 苏如那事若无常苦变于我 于因何 圣地子于中见事 是我亦我相才 好 那么你会认为 那这个色受想行事就是我吗 当然现在看 色受想行事都是无常的嘛 色受想行事都是无常的 先确认 那色受想行事是不是无常 色受是无常是不是 色受是想行事都是无常 那无常就不是我 是不是 我是常啊 好 那这个是先否定掉 这个色受想行事是我 好 那义我呢 义我呢 好 那这个色受想行事不是我 都是无常的不是我嘛 那离开色受想行事 刚才我们讲 离开色受想行事外 有一个我 有一个我 好 那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看 母运 现在它分几个层次在解决 那 色受 想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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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就是我的概念 我就是无运 什么是我 现在看起来就是身心结构 这个是身 这个是心 好 那么我们仔细一一给大家看 色受想行事 一一看 是不是都是无常 是不是都是无常事 是不是无常的是不是就是苦 是 就我们刚才讲的 无常的是不是就是苦 好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确定了 既然是无常的既然是苦的 它就不是什么 它就不是常 无常就不是常 苦就不是什么 妙热的 苦就不是乐 苦就不是乐 无常就不是常 那么你既然苦 它就是不自主 非自主的 不是自主的 自主的 自主就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没有人会决定让自己受苦 所以没有一个可以自主的 我 那么我的定义就是自主的 那又非什么 非常的 非常的 不是常 那么 泛我论 我 泛我是妙热的 是真常的 那这个 这个一般的概念 我是自主的 是常的 好 那这个就否定掉了 那既然否定掉了 它就是知道是无我 其实是这样 好 那这样看起来 射 因为我就是射受想行事而已 我就是五蕴 那五蕴就是射受想行事 那射也不是 那受也不是 它也是无常 那想也是无常 行也不是 事也不是 那我在哪里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 不是我 就是非给云我 给云我 这个五蕴就是我 没有啦 因为射受想行事 这好像有五个人 那哪一个人是你爸爸 没有啊 这五个人都不是啊 那就不是啊 那你另外有一个爸爸 不是 好 那现在就讲 另外 这个不是我 就这里讲的 它有讲个 是我 云我 相在 不是我不云我 不相在 好 那现在这个已经 确定不是了 这五蕴不是了嘛 一个射受想行事不是啊 好 那现在解决 第二个问题 解决第二个问题 五蕴都不是我 那离开五蕴之外 有一个我 解决这个问题 就云我嘛 那有些人就 就是我们隐隐也会觉得 那是身心不是我 那离开这个身心 有一个我 有一个我 好 那假设离开这个 受受想行事 有一个我 那你怎么知道 有一个我 你是从哪里 知道有一个我的 那我就是五蕴啊 我就是五蕴 五蕴就是我 那你说离开 这个五蕴 有一个我 那那个我是什么 那你从哪里 知道这个我 从事知道是我的吗 从行知道是我的吗 还是从色知道是我 如果是这样 那就还是在五蕴里面啊 是不是 你怎么能够从离这个五蕴之中 知道有一个我 那如果离开五蕴之中 有一个我 那这个我跟这个五蕴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这我跟离开五蕴之外 有一个我 那我就不是五蕴啊 我就不是五蕴 可是现在 我就是五蕴啊 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我 就从这些知道我的啊 我就是五蕴 那你现在说 我不是五蕴 那这个我跟五蕴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 那这个我还能叫我吗 就是所以你从这样来看 色素想的就是都不是我 那你说那离开这个五蕴 有一个我 那这样也说不过去啊 那那个我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我在哪里 我不就在五蕴里面吗 或是后来就会又有时候 我在五蕴中 五蕴在我中 就是他不是 他不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 他就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他说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那个我 那个我就不需要这个五蕴了啊 他可以离开五蕴而存在嘛 那他为什么要在五蕴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那个五蕴如果离开了 那不是我见到我 是不是 那我知道我 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那这样也不离啊 没有没有道理啊 所以你这样去跟他看 就是第一个不是我确认的嘛 因为如果是我 是不是我吗 是不是我吗 想是我都不是 好 那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那这样也说不过去啊 那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那就有两个我了 五蕴是我 然后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那不对啊 那也离开五蕴没有办法知道有一个我 好 那说 那既然也不是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那就是 我也不离开五蕴 五蕴也不离开我 两个是 两个是水浓于水的 好 那就变成是相在了 是不是 五蕴中有我 我中无有五蕴 那么既然是五蕴中有我 我中有五蕴 那还是有一个离蕴我 是不是 或是就是吉蕴我 那 那这个两个都不对啊 前面吉蕴我跟离蕴我都不对了 那你把五蕴中有我 我中有五蕴 那就是把吉蕴我跟离蕴我 合在一起讲而已嘛 那还是不对啊 那你好好想出这些问题 你就会发现到 仔细去推敲了 没有我 他只是这样讲 但是你细细细想 你细细细想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细细想过 那这种在 比如说在中观论诵里面 他就有这样 就是比较细的 去说这些问题 那阿含经里面 他通常都是 都是佛陀简单讲 或是佛法简单讲 那你坐下来好好想 细细想 你就越想越清楚 越想越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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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慢慢想慢慢想 会觉得 是哦 这样想起来 没有一个真我 那也不是没有我 是没有一个 真实 恒常 自主 妙乐 清净的我 他不是没有我 没有我就变成断面了 但是没有这个真实的我 那 其实是这样 那是缘起合合的我 那这个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一种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想 应该我们这样想 想到最后变成断面了 有顺势论就执着这种 就是其实没有 那其实 这个是断剑 断剑比较少 就是常见的多 好 再往底下看 所以 他就是圣地子 如果已经正得无我 就叫圣地子 如果没有正得无我 那个不是圣地子 那圣地子其实也可以讲两个 这个地子是圣者 或是是圣者的地子 那这佛陀是圣嘛 佛陀是圣 那 佛地子就叫圣地子 那这圣者的 佛陀是圣嘛 佛地子啦 所以 圣地子也可以 基本上可以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 就是佛地子 佛地子有凡有圣啊 那 这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这个地子已经 已经正见无我的 那我们如果广泛的来讲 就可以讲那佛地子 那么 因为佛法已经是讲 无我的嘛 那你如果真实 依佛法来讲 你可以于中 于这个五蕴中 见 是我 亦我相在吗 就没办法 打眼 不眼 就佛眼 就 不应该 不应该这样想 不应该这样见 那 所以 苏如那 好 那现在就回到 你看又回到 这个最初的 就是 好 那你看 这五蕴里面 就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五蕴六处 你看这个五蕴里面 你看 那你 这个就更细的去分析 前面只是色色相形式 现在这个色里面又给它分 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出戏 好丑远近 那前面就是色而已嘛 你色 那是惨吗 那就像这样 那你从过去到现在 从现在再未来 那不是五蕴吗 是不是 那一样 所以当之色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若内 若外 若出 若细 若好 若丑 若远 若近 好 那么你仔细去跟它看 就详细的再去想 色 受 想 形 是 一一的从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 外 因为色跟心 都有分内跟外 其实它就是细分 也可以说 其实也没那么细 就是再分一下而已 那受 受也是一样 想 行 是 你都这样一一反 从各个角度去看 那你会发现到 都不是 都是在变异之中 都是在无常之中 其实都是这样 所以既然是这样 那就是不是我 那不是我 那当然 你也没有离开这个五蕴之外 有一个我 因为离开五蕴之外 你怎么是观察这个我 你怎么知道这个我 那离开五蕴有一个我 那那个我是存在哪里 那是怎么观察而得知的 怎么执取的 那你说的我 不就是我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 那不就是你的搜索掌形式吗 以你的身 搜索掌形式而有的我吗 那你现在说离开这个五蕴有一个我 那是怎么去觉知的 那个我是怎么认定的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也不可能就是 那我在五蕴中 五蕴在我中 那问题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名如实之 就是如实之一切法 那是一切法的实相 真实相 就是 不管是你从 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出戏 好走远近去看 你都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恒常 看到它这个 这个不变的 自主的 独一的 这个我 没有办法看到这个 因为它不断在变化 一直是无常的 一直是苦的 没有妙乐的 婆罗门强调 我是妙乐 那一般的就强调 我是自主 就是 所以 因为不自主 所以苦过 因为苦所以不自主 因为苦所以 不是妙乐 好 那么如是受想形式 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若内若外若出若细 若好若丑若远若近 我们说 不一定要全部都关 你就关 过去现在未来 你就直接关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你就知道无我了 那如果你这样不知道 那你就受受想形式 一一关 那么受受想形式 都关过去 现在未来不可得 你还不知道 那你就再关 内外出戏 再不知道 就关好丑远近 越关就越清楚 越关就越清楚 其实是这样 那如果再不知道 那就关六处 六处再不知道 那就关是 八戒 可能就是这样 就关远起 就像罗后罗一样 就这样 那越关 就从各个角度去看 确定了 确定 确实是无我 确实是无常 无常确实是苦 苦确实是无我 无常确实是无我 那其实就是这样 那有些人 从无常就知道无我了 从无常就知道无我了 无常想能入无我想 有无我得涅槃 所以一般简单讲 就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从诸行无常知道诸法无我 从诸法无我 正得涅槃其境 简单讲就是这样 好 所以如是以受想形式 生厌离遇 生厌离遇解脱 解脱之间 其实一般就是厌离遇灭尽 那灭尽就是灭尽烦恼 灭尽烦恼就得解脱 生死得解脱 解脱就有解脱之间 那后面这个就是解脱之间 基本上就是四句 我生已尽 犯上已立 所作与作 自知不受后有 这个就是解脱之间 自知自见 那么我生已尽 犯上已立 所作与作 自知不受后有 使舍利佛说是经理 长者子 苏鲁纳 远程离构得法眼镜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个苏鲁纳 可能不是那个二十亿 精进的苏鲁纳 因为这里是 这个长者子还没出家 他就已经 正得出国了 那那个二十亿尔 是出了家之后 怎么修都不能得解脱 佛陀才叫他弹琴的批 是这样子 还想要还属 所以可能这个苏鲁纳 不是那个二十亿尔 所以他把它分开 一个因义 一个异义 那其实翻译起来 都叫做二十亿尔 那长者子苏鲁纳 见法得法不由于他 于正法中 得无所谓 无所谓 因为基本上就是 一般来讲 有事无所谓 就是我真的已经得解脱了 就佛陀有事无所谓 正等觉无所谓 我已经得解脱 就是我们讲 这个有解脱之见了 那么知道 知道我已经断尽一切烦恼 但是这里只是正得法眼镜而已 他就是他确认了 我说这样可以解脱 就真的可以解脱 这个是烦恼是障道法 烦恼就真的是障道法 因为透过他修行 他知道烦恼是真的障道法 你必须断组这些烦恼 你才能够得解脱 那么烦恼的根本是我见 所以你离了我见 你就决定可以得解脱 那这样的方法 是可以解脱的方法 这些他知道 那就是这个就是无所谓 就是他已经很正确的 没有任何怀疑的 我们叫做见世帝 于世帝没有任何的怀疑 所以正出国的基本上 就是断了疑 对于苦疾灭道 这个是苦 这个是苦因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这个是苦 这个是苦因 这个是解决苦的方法 这样做 把这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 就是完全解脱了 这个他非常的确认 这个叫做 于正法得无所谓 就是确认世帝的 那从佛陀的角度看 就是所谓的四无所谓 叫做正等觉无所谓 我们写一下好了 把这个写完 一般简单的讲 就是我非常的确信 这样的修行 可以得到解脱 那这样的烦恼 必须要断 那类似像这样 那事无所谓 一般这个写太长 就无所谓就好 那一个是所谓的正等觉 无所谓 这个写不完 要写横的 正等觉无所谓 正等觉无所谓 就是 于大众中言 我为一切自然 很确认的跟大家讲 其实我已经得一切自然 就好像 这个 我身已尽 犯下已立 所作为座 知识不受后有 很确认的 他就确定了 这个是佛的事无所谓 就是一个觉悟的人 他有这样的确信 有这样的确认 我为一切自然 一切自然 就是知一切法的智慧 的人 这一切自 知一切法的 如时知如时见 一切法的真实相 一切法不离开五云六处 知道五云无常物 正等觉无所谓 另外一个是 肉永尽无所谓 烦恼 我身已尽 犯上已立 这个也是 肉永尽 肉永尽无所谓 我已 我断尽一切烦恼 就是我已经断尽一切烦恼 我断尽一切烦恼 我知一切法 我断尽一切烦恼 简单讲就是 我知一切法 我断尽一切烦恼 这一切烦恼 我断尽一切烦恼 另外一个就是 说藏道 无所谓 就是他可以很大声 很真实 很确信地这样讲 说云律是藏道法 就真的是藏道法 说这个烦恼是藏道法 就真的是藏道法 烦恼是藏道法 这个他非常确定 你没有断烦恼 你就是不能得解脱 你断尽烦恼 你就是解脱 非常的确信 是这样的 烦恼是藏道法 所以他后面 他这里才会讲 这个 我神已经犯罪以利 清净了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 说粗道无所谓 说粗道 就是怎么样得解脱 其实这是苦极灭道 那你看 这个 戒定位是净苦之道 八正道是唯一的解脱道 那八正道 十方伯节范 一路涅槃人 就是八正道 那八正道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就是戒定位 戒定位是净苦之道 那从另外一个说法来讲 这个就是见四地 这个是净 烦恼是净 断尽一切烦恼 若永尽 这个是灭 知一切法 那这个是道 基本上是 也是可以讲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是见四地 知四地 苦极灭道 那已经得解脱了 断尽一切烦恼 那这个是事无所谓 好 那我们今天就 讲到这里 那 后面就讲到 他皈依 他就皈依舍利佛了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他证了出国之后 从舍利佛那边证出国之后 他才受三规五戒 你看 他才去皈依 他那时候还没皈依 就是还没皈依 他后来证的 很多都是证的出国 所以证到阿罗安之后 他才 他才皈依或出家的 你看 这个 这个长者子 这个苏如那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这个苏如那 可能不是后来 那个二十亿尔 因为那个二十亿尔 他也是长者子 但是 他后来出家 一直修行都没办法得解脱 他想要还属 好 那我们也不能确定不是 但是可能 可能如果这样看起来 好像是不是 好 那我们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